这个是咱们买的 这个是咱们买的 小黄鱼啊 这个咱们吃的 咱们都吃的 咱们都吃了 这个是咱们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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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买的丢小黄鱼 真的是黄颜色的 但是这个看到也不小 还是比较大 这个呢打算来煎这吃 现在先来把鱼破开 这个夹好细 好了全弄出来了 我们洗一下 把鱼表面滑一下 这个鱼摸着好肥啊 全身都汁 放点料酒 盐 小黄鱼 腌制半个小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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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捏一点欠粉 为什么我家的欠粉这么粗糙 以前看到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回潮了 过期了 其实都不是 因为这个是自己做的 所以没有弄得那么细 这个是自己做的红薯粉 好了 差不多行了 现在开始来炸鱼 锅里倒油 鱼上面裹上切粉 油温七八成热的时候下锅 再来一条 把第一条鱼翻一盐 好了 锅安火 小黄鱼出锅 撒上一点浸染粉 剩下三条下锅 这三条也熟了 还煮了一锅饺 为什么只有两个碗 因为我刚才弄我妈 当他们吃 你不吃啊 你吃鱼 我也不吃 你吃半个 我吃了一个苹果 吃了一把花生 我吃了一把 我爱着 女的 你不吃鱼啊 我不吃 你不吃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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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这个鱼吃着它的味道 记得说啊 这个鱼吃着的味道和一般的鱼不一样 不然也有可能我说的不对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技术太好了 把这个种的太好吃了 所以我吃着的味道和鱼不一样 我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前几天包的鱼笋饺子 这个是终大了 这个是终大了 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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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雞蛋 吃得好 不是哈特鱼 哈特鱼 哈特鱼 嗯 好了 这个神秘就要这里了 拔一拔